Hello 大家好,我是馬友 不要看了,今天的樣子好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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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因為知道最近放榜的關係 可能有些人哭到大學,成績沒那麼好 不要緊,就算你的DSE考得兩分、三分、四分、五分都好 今天就是要示範給大家看 怎樣可以打扮到自己像是入了U 如果你成功地入了U,就恭喜你 大學的五件事,就是拍拖 要上妝,住床,做part time,走堂 如果你沒有進去都不要緊,不用灰心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的 最重要是讓人看下去,先試試看吧 那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了 第一樣要做的事,當然要先洗走你這麼頹的樣子 當然要先洗臉 我相信一定有一小部份的學生 或者在看這影片的朋友,一輩子都沒有用過洗臉膏 不要緊,如果你想入門買一個洗臉膏的話 這一支就是我在萬寧買的一個很簡單的洗臉膏 其實任何品牌都可以做到的 首先要先濕臉膏 還有一點,像蠔子那麼大 加一點水,搓搓搓搓搓搓搓 就會有一點泡的了,看到嗎 然後可以搓臉膏,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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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如果你對洗臉膏的要求很高 想深層清潔得一點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試試用 洗臉膏一部 這部Foreo,專門給男士用的洗臉膏 只要泡一點水 加一點洗臉膏 這樣就可以更加深層清潔到你的皮膚 這部機器很方便的原因就是 只要充一次電,可以用半年每一天使用 都不用充電,說不定 極方便 好了,洗完之後很簡單 考得兩分,你不要灰心 看著洗得乾淨一點 不要緊的 整張椅子都濕了 那洗完臉,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簡單簡單,敷一面膏,好嗎 好,我們今天要敷的就是 Enfant 是一個泡沫的保濕面膜 只要拿一包出來,打開它 面膜就好像一個急救的霜 可以立刻令皮膚看上去 狀態好一點 Do you see the bubble? 接著要點就是等 等多久? 10分鐘 那它的原理是什麼呢? 就是它在發泡的時候 那些精華就可以 這樣彈進皮膚的底層 所以 耐心等候 進不了腰的,不要緊的 現在這一刻看這條影片 你應該已經報了 High Deep和阿蘇 是不是? 如果你已經報了的話 記得要收聽我的新歌 超過聲 知道嗎?快點按 連結放在下面 快點去聽了 給到希望你的 洗臉的同時可以順便洗完你的頭 完成 今天整個產品都比較上入門的 這個就是一個在SASA 我很喜歡的 一個 Moisturizing Cream 就是Banilla & Co 這個Cream我已經用了一大半 很薄薄的 少少香味的一個Cream 插開它 插開它 好,來到化妝的部分 如果你是男士的話 我今天化妝的步驟非常簡單 就是三個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令到你看起來比較鮮明 第一步就是用BB Cushion 那我今天做了一個中價 少少價錢的BB Cushion 就是NARS的BB Cushion 如果你想去一個便宜一點的 可以試一下 用E2House 我覺得E2House 也可以的 或者可以試一下 NAS3的BB Cushion 但為什麼我推薦大家用BB Cushion 因為很多男士的手 都未必會想碰到粉底 覺得很黏黏 而且BB Cushion有容易用 所以給男士 可能用便宜一點化妝 外出會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用刀鞭 Blake 這樣按好 初學的朋友 記得BB Cushion 不是這樣護 emot accessibility 簡易 Consum 所以就拍臉 把你的面子拍 如果看着剪片的男士 可以看 Personally 好白的 你不用擔心 因為,BB Cushion 是會慢慢變色的 所以,你只要慢慢按 如果你擦開它的話,就會沒有你覺得很白的效果 而且它是會Oxidized的,它的顏色會越變越深色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還有今天我是不會用到遮瑕膏這件事的 BB Cushion 的重點就是要你用完之後,感覺上是很自然的感覺 那如果你譬如說黑眼圈很重那些 你只要用同一個BB Cushion,上多一兩層 就已經可以做到遮瑕膏的效果 入U和入不到U的朋友 你們都不想出去讓人覺得你的感覺是滋粉味很重的 所以只用BB Cushion,我告訴你 99%的人都不會看得出來化妝 除非你選擇一種錯色,錯到不得了的BB Cushion之外 其實應該不會有人看得出來的 接著要做的就是畫眉了 因為男士又不需要化什麼眼影、胭脂等等 所以眉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眉畫得好的話,五官整個輪廓 所有東西都會翻過來,整整齊齊去見人了 如果眉沒有了的話,就好像一條斷了的電線 一條斷了,只能不能穿 一樣 畫眉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眉是比較缺色的 我的毛主要是長在前面的一部分 所以畫眉的時候,就一定要補這些位 看看自己的眉,看看哪個位置有洞 就去補那些洞 補洞的方法,最好是順著眉的方向 我眉是這樣長的,這個方向長的 所以就是落筆,1,2,3,4,這樣的方向畫 還有記著補後面的時候,都一定要輕輕補一補 那眉的顏色才會自然 就好像現在這樣,我剛才畫了後面 你會覺得後面的灰色比較重 所以前面也要輕輕畫一點 大家看看我畫了這一邊的眉的時候 我這邊的輪廓立即是實正了 但這一邊的輪廓還未畫,就好像散修修的感覺 所以畫眉是非常重要的 接著下一項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男士要求你們記住的東西 就一定要補潤唇膏 男士,就算她長得多好看的樣子 她的嘴唇是裂乾到爆炸的樣子 是很不吸引的 看這條影片的男士,不要覺得自己 多點舔我嘴唇才 這樣就叫做補潤唇膏 我肯定有人在鏡頭前有這樣想 不是,這樣是不行的 口水只會令你嘴唇的皮膚更加乾 更加的裂,更加的脫皮 所以千萬不要,一定要用潤唇膏 OK 潤唇膏方面我介紹一個 只是萬寧,10元就可以買到的潤唇膏 就是這個潤唇膏非常之便宜 好用,很簡單 還有男生會覺得很爽 為什麼呢?因為它有一種很涼很涼的感覺 潤唇膏真的不用我教你了 接著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整頭 我今天要教大家這個方法 簡直簡單到沒得再簡單 就是因為頭也不用吹 像我現在這樣 頭有點濕 還沒去到乾乾的時候 就加少許潤膏 搓勻手去 然後就擦擦擦擦擦擦擦 最重要的男生就是 兩邊的頭髮都不要夾起 接下來當然要換衣服 沒錯,當然要換衣服 當然要扣衣服 當然要扣那顆頸扣到最高 接下來你很需要的就是 用少許錢去買一支香水 可能一支香水是300元 400多元 可能聽起來有點貴 但一支香水其實可以用好幾年的 如果你要我推薦的話 我會推薦你用 有新片出的 還有快點我聽我的新歌超過聲 快點按 快點按 我去出發發學了 拜拜 嗨 但是看到我的內褲 只要浸一點水 然後呢 整個地都濕透了 好噁心 我的內褲都濕透了 看到我的腳 濕透了 拍片的偉大 現在聽哪個大計 我 我是聽Ariana Grande的歌大的 不要自然 但是會不會 我想問 是否已經不是你們年代的 年輕人會用香水 先 幸好馬民